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吹消的舒畅度、舒畅感 也就是人消的一体感 吹消的那个 进入这个情运的享受程度 这些条件怎样来达成 从小我就学消 在吹奏跟制作上一起成长 也发现其实吹奏的能力 跟消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消的性能越来越进步 我们吹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享受的程度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不断在分享 吹消的一些心得 也希望说把这个心得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一样 吹消都是同好爱消人 吹得很享受 那主要呢 有几个重点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消来讲 它本身有一个转换效率 就是气息给它的时候 它的转换效率 有一些消 消普遍存在的就是说 你要很小心吹 你就好像 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在那个空间去发挥 但是当我们把消的这个领域打开了 那消的纳气范围 消的延展度 消的转换效率提高了以后 它接受我们的气息就很广 你可以很细腻的 很纤细如丝 那也可以很强大的 广大 广域的这个多重声波 饱满的 或是宽宏的这种声音 也就是说 那接纳我们的气息 转换成 消声的这个效率 其实一个消本身上的性能 还有就是 它可以容许我们变换的这个层次感的流畅度 收放起伏的流畅度 这些其实还有灵敏度 这个都是消的性能 那在吹呢 吹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气息 跟消口之间的对准度 聚合度 然后调节度 这个人消的一体感 那消的转换效率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一口气 我们其实吹消就是在一个呼出的这个 段落之间 所以我们这个呼的这个时间 本身就是一个月聚了 也就是消韵的所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呼的一口气里面 让气息转换成消声 那消声可以大 可以小 可以音阶音符变化 可以浓淡层次 阴阳虚实 所以说气韵的转动 就是在这一口气 跟消的气和了以后 那现在我们来谈说 我们气进入了消了以后 消其实是一面明镜 这之前就谈到了 你气的状态 它会反射给我们 气善 气善声左 气聚合了 气聚合了 声音叫扎实 那消的延展度 消可以流畅的延展 延展的深度 那比如说我们浓淡来讲 这个宽松的宽宏的这个虚的声音 然后扎实的 可以加进去的 可以容纳你饱满的这个深度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消本身的性能 还有配合我们的 多重流速的口风 所以说在我们吹的气息里面呢 它其实是在转换的 在流动的就是在一个流动的这个线条里面呢 它其实充满了气浮 充满了层次 所以我们的气呢 其实在转换之中 一直在调节的 风门在调节 气息的供应量也在调节 那你出来的这个乐剧呢 它本身是在带着呼吸感 就是一个气浮或是浓淡 这个变化的力道 变化的收放 它其实就产生了这个线条 跟这个层次感 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细 细腻度 人消的一体感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细 细腻度 以前我有一段时间 比较喜爱吹汤口 汤口本身就是像我们嘴唇一样 就宽宽的 比较容易放松自然 那这最近呢 回顾在这个U口里面 我们发展的这个 研发这个U口的灵敏度 跟着吹皱的方式 所以让我们那个细腻度 可以提高 跟唐口几乎是一样的 这种一体感 就是细腻度 这个细腻度 就是蕎本身的灵敏度 还有我们风门的细度 这个很重要 其实在吹蕎里面 它最享受的很 大的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在这个细节 因为你观照那个灵敏度 这个细腻的声音 最弱的音 极弱纤细如湿的 那个观照度很高 让我们进入那个明觉的觉察度呢 提高 气息一丝丝 消声一丝丝 这个连结 是一种很迷人的状态 就是我们尽量收封门 对准 然后收 先细如湿的再收再收 真的 让躺口的细腻度呢 可以在U口实现 就是那个细如湿的 敏锐 灵敏度提高 我们的丰门可以再细再细再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优口的发展 那也让我们人消的一体感 从大的宽宏度 大的舒展 有人说你这个回应度 就受力范围 还有准确的音准 在这个层次变化 线条变化 那个音准维持住 所以说在消的性能上提升 在我们吹奏上呢 我们可以再进入了那个 更细节的这个范围 所以说让人消的这种一体感 让吹消的舒畅度 舒畅感 可以完全的这个 进入了那个忘我的状态 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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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